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粱九 但现在韩国瑜他就四两拨千斤 他就说他现在已经改念新金了 好 真的是如此吗 不过今日最狂还要来看到的是 黄光琴他今天还说了一段话 他就说韩国瑜有一道数学题要解给大家看才对 好 这道数学题是什么呢 就是3200加500等于3700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 我们稍后要一块来看看 好 同时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国君 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看到这个汉光演习 即将要开始的在昨天暖身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国君秀出了军事肌肉 到底我们还有哪些精实的兵力 今天就要为大家一一解析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的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黄昌夏川大哥好 这其实空 空其实手 大家平安 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钟连号 连号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好 同时还包括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清平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韩国瑜他为什么要念心经 还有就是黄光琴到底是怎么样批韩国瑜的 我不是这种人 我是有反省力的 我睡觉前 今天事情很忙碌 我睡觉前就是这样花一分钟时间 闭上眼睛 如露 无人之境 高雄市长韩国瑜当众表演念心经 亦父如是 设计只是诸法空想 不生不灭 不够不紧 不真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形式 整整一分钟 不多不少 因为资深媒体人黄光琴踢爆 韩国瑜睡前要喝一大杯高粮 上次跟年轻朋友说当立委的时候 花天酒地连立委都干不下去 上酒廊手都摸人家哪里 都带几个小姐出场 钱都付清了吗 到中国只读书都没完吗 熟悉的立法院资深立委老早就告诉我 你不止喝赌 还有呢 结果媒体求证 韩国瑜讲起大道理 仿佛心海螺盘 我自己公开讲出来 第三届立法委员 我找不到人人方向 所以我不选了 事实上大家去查一下立法委员 自动放弃选举的 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我有反省力 刚刚市长到现在将近五个月 我没有喝醉过一次 睡觉前我都是念佛经 黄光琴女士她所形容这些 有很多是不真实的 但是我还是祝福她 能够找到宁静跟快乐 被点名宣道的黄光琴 十二小时后再po文 大家想知道人事实地物 你干了哪些事 如何一边花天 一边营造家庭价值 加码爆料 杨秋新被韩国瑜用完就丢 还要她回答 三千七打哪来 收了三千七百万的政治现金 那你怎么回事 讲这个话我建议黄光琴小姐要非常谨慎 小心 原本佛光普照立刻变脸 韩氏回应现在除了发大财 还有佛祖牌 说不出自经区起码要会念心经 好 变眼睛念心经念很顺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常念 我们也不晓得 我先请教一下瑞德哥 就是黄光琴 他等于是把这个矛头对向了韩国瑜 然后就说他花天酒地 然后说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喝一杯高粱酒 甚至还说你上酒店手都摸人家哪里 大家看到这个脸书都吓到了 事实上韩国瑜 那么韩国瑜市长是一个非常口才非常好的人 所以他就解释说 那么他现在每天晚上都念心经 不过马上被网路酸民 马上就等于嘲讽了 你每天还可以在记者面前 背出几百字的心经 你在高雄市议会 连至今你都背不出来 你知道吗 你连至今是什么 你都背不出来 让时代力量的黄杰一翻白眼变成乡名女神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那么其实我也听到类似的一个传言 就是说他压力太大 在上礼拜三中国国民党 做出他的这个党内总统初选 利于有利于韩国瑜之前 他压力非常大 那小酌一杯我觉得还合理 因为韩国瑜年轻的时候 韩国瑜年轻的时候都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所以就没有什么 他说他当高雄市长以后 五个月都没有喝醉 喝醉跟喝酒是两件事情 韩国瑜酒量非常好 但是黄光晴所说的是 请他讲你是怎么花天的 你现在还在酒地 他就指控他花天跟酒地 那这个部分是说 当然韩国瑜的解释是说 谁没有过去 谁没有年轻 我一年前就跟大家讲 很坦诚的告诉大家 我年少清皇 对不对 我年少汉堂 可是他问他 这些事情是非常露骨的 为什么呢 露大说你到酒店去的时候 手放哪里 对 手放人家哪里 对 没有错 今天韩国瑜说 手当然放在这个酒杯上 他说你手放哪里 手放在什么上面 他说手都放在酒杯上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当三十几年的社会记者 所以我个人非常非常讨厌 进出的八大行业 对不对 不得已 进出几百次 几百次而已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 从头到尾都把手放在酒杯里的 手杯上的 我从来没看到 两只手紧紧地放在酒杯上 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酒杯 黏在手上 对不对 不可能嘛 那要不然你呢 你先手放 问题是 我根本手就直接放在我自己的手上 就是这样子 正经为座 顺便可能背一下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类的 那当然就是这个要怎么 谁相信啊 男人谁相信 女人都不相信的 不然就是男人嘛 当然了韩国瑜他在解释说 因为避免尴尬嘛 可是他现在在解释 当年当立法委员 当民意代表 我们台湾社会 对男人当民意代表 从常不会那么大的一个 道德约束嘛 对啦 可是你现在是高雄市长 那么高雄市长 八十九万的高雄市民 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又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要命的是 请问黄冠 请问什么什么手丢 一个半月后 马上共同国民党党内要出选 对 你党内要出选 跟明年的1月11号 如果万一你出现的话 代表中国国民党的话 天哪 你付女票还要不要 黄冠晴当然不会 以我对他25年来的了解 黄冠晴绝对不会只有这样而已 他还会不断地丢丢丢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招 除此之外呢 包括这个 因为韩国瑜出来 K了还击了黄冠晴以后 他今天又写嘛 对不对 因为韩国瑜有点在紫色说 黄冠晴好像精神状况不太 心理状况不太这个 可能是不是压力太大 心理状况不好 他马上出来打 打了以后再加码 为什么呢 你按我对韩钢琴的了解 他应该是有小辣椒一样 他是真正犯金啊 一颗小辣椒可以辣得你呛啊 你知道吗 可是我呛到你了 为什么呢 他直接把杨秋星的事情 一直说出来 杨秋星什么事情 杨秋星是你把杨秋星 你们在廉池会馆的时候 见面关琴门来谈人事的问题 让你要轻轻写一些名单 韩国瑜要写写写写名单 对对对 出来了以后 结果你的人竟然说 是他求官 各位还记得说吗 我都开玩笑 那时候都开玩笑说 就好像连根摇了 那个西北大姐以后 回来跟那个组织 雍正皇帝说要升官 多少人 啪啦下去 全部都是人 你知道吗 那你就有那种感觉吗 今天杨秋星反映了 问题就在于今天 杨秋星反映说 韩国瑜直接 那个指控韩国瑜 恩将仇报 你知道吗 他直接这样子 这个指控他了 说他确实当时去的时候 只是建议 韩国瑜要他建议 然后两个人在谈 然后所以他拟了一个名单 而且杨秋星还直接讲 是你韩国瑜 要我当副市长 兼主任秘书 的秘书长 副市长兼秘书长 我干过高雄县长 为什么非要干副市长 不可能 但是韩国瑜把他说成求官 他顺便也在解释 他为什么会在高雄市长 帮了韩国瑜以后 总统这一关去帮了郭台铭 至少杨秋星是认同了 黄光瑜的讲法 那等一下黄光瑜 他说韩国瑜将杨秋星出卖 没错 他出卖的部分 当然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杨秋星讲的是事实 那就不是 因为我们在媒体上 都听到都是 好像杨秋星 要一大堆的人马 要安插他自己人 对不对 然后警戒而来 他自己要当个 好像太上皇一样 要架空了韩国瑜 那最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弄一个两岸的工作小组的 副召集人这样而已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可能他是真的 而要命的是黄光瑜 讲了今天一个 达文西密码数字 3700 3700等于3200加500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分析 分析了很久说 会不会500块 是因为广播电台的 通告费比较少 说是500 所以电视上是3200 当然不是 但是你想到什么 不是钱吗 你会不会想到钱 所以讲到这个钱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会是3700块吗 为什么不是3200加500 等于3700 而是特别把3700 放在这个地方 而3700又能让我们 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蔡正元也讲过 4000 你知道吗 蔡正元讲了4000万 所以韩国瑜 逼得必须要公布 他相关的竞选结果 才知道 原来有1亿2900万 你支出了1亿1000多 怕死了 还不报告333 那这个东西 韩国瑜今天面对 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 类似指控的话 韩国瑜说 要请黄光禽 小心谨慎 意思就是你要证据 不然我可能会告你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到底这3200跟500万 500万是不是现金 3200万 如果是钱的话 是不是支票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忘了吗 除了事实上 除此之外 除了蔡正元之外 也有别的名嘴 在电视上也有说 那么当时 包括吴敦义 他们这些好朋友 国民党朋友 帮他举办这个募款参会 现场有收了一些钱 都是几百万 那么韩国瑜 好像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动作 有任何的一个提告 还是这个等于说 相关的一个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依我们对黄光琴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到此为止 今天为你3700等韩国瑜 讲了以后 明天不知道还有什么 神秘的密码 而且根据我所知道 他们黄光琴手上都会 弄好多好多的采访资料 所以会不会丢出什么东西 那么用钓鱼的方式 把相关的人士给钓出来 那我们继续等着看下去 好 所以现在 这个黄光琴在脸书当中 他就讲说 这个3700等于3200加500 然后要韩国瑜解这个数学题 那当然大家就想说到底什么意思 也有人在传出来说 3200会不会是3200万的支票 500万的现金等等 但目前都是在揣测当中 好 我先请教一下 事件凶 你怎么看这个3700等于3200加500 那黄光琴手上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些具体的证据 慢慢丢出来 我觉得现在态势已经很明显 韩国瑜两个礼拜前说 问他要不要选总统 Yes I do 可是现在很明显的卡涵连线答复了韩国瑜 No we don't 很清楚了 那本来黄光琴不应该是卡涵连线成员之一的 他本来不是 他本来对韩国瑜是很尊重也很支持 而且还帮他写书 对 他对 所以那么如果连黄光琴本来是最忠实的韩粉 那愤怒成这个样子 韩国瑜都没办法把它化解处理好 那韩国瑜的处事能力这真的是有很大问题 因为大家都很了解黄光琴 黄光琴不但是资深媒体的 而且他的千秋之笔 争扁过无数政治人物 没错 所以那他黄光琴是爱恨分明的 他毕生他最钟爱的 他最保护的就是他的小孩 那结果在这一个过程 他被不管是真假韩粉 这么糟蹋甚至威胁他最钟爱的这一部分 他的家庭 他的价值 那他的小孩 他这一回真的把黄光琴搞毛了 那还有黄光琴是一项 不管他政治立场是如何 可是他一项是有话实说 而且是有评有据他才会去写 对 你刚刚讲到有评有据 那有评有据的话 是不是后面会继续丢出来不知道 但你觉得现在韩国瑜还是你们的天才吗 他可能有相当掌握一些事物 那尤其他的数字 他大概不会随便说说 所以而且 而且这些数字可能都有相当的凭证 黄光琴的作人 跟他的写文章跟他说话一样 他都是有几分 说几分 写几分 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认为韩国瑜 他自己应该要先检讨看看 就是他危机处理处理得不好 对 非常糟糕 所以我希望他这一次 这3700这一个数字 那么他 韩国瑜应该心知肚明 他自己要准备好怎么妥善的接招 他来解释这一切 但是我们看到 眼前看起来情况不是这样子 现在是不是俨然好像有一个什么 灭韩联盟 卡韩联盟之类的 到底是谁在后面当常境人 韩国瑜的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他自己想说心情很多的时候 事情很多的时候 他要练心经 对不对 可是练心经还是一样 他的问题还是很多 还是像这个3700这个数学题 显然他现在 今天晚上在练心经之前 要想半天 到底要怎么去解他 然后他不是想要用练力 用练力 用练力吗 高雄的路面还是出现了天坑 练力也没有用 可是他现在还有更大的问题是 他开始查学说 有一个蓝色蜘蛛 无端的在包围着他 好像用侵蚀他 要吃他 所以他在21号接受专访的时候 就讲说有背后开枪 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名嘴 有新闻界 有政界的人士 在他背后开枪 所以他才觉得说 这里面有这么多压力 所以他太太李嘉芬 才出来讲说 有人在背后开枪 为什么都自己人开枪 他就讲自己人开枪 可是慢慢的他好像发现说 因为他已经说yes i do了 所以他将来党内要有朋友 所以就告诉说 假寒本退散什么的 他又讲说他已经忘了 已经过去了怎样的这些 可是因为这个状况里面 他已经搞到的 现在由国民党里面的蓝色蜘蛛网 专门要捆他砍他的 已经不决定要背后开枪了 直接正面跟你开枪 唐湘龙就正面跟你开枪了 因为唐湘龙他又在先前的时候 就讲说我告诉你说韩国瑜 你会是下个宋楚瑜 人家就说你会是下个黄光琴 然后就这样直接对干唐湘龙 所以唐湘龙在节目上就直接讲了 2019年台湾政治最不幸的事情 就是韩国瑜竟然想要选穹头 这话很重 非常重 不幸 你看他本来那时候他是讲说韩国瑜 对不对 是捧他捧他什么这样子 是国民党的救世主 对啊 就一下子这样子 然后就说你韩国瑜上来之后 哪有这样的一个人 半年前跟一个女孩子讲说 Yes I do 半年后又跟他讲说 Yes I do 你哪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每次都是真心的 每次都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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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是整个台湾最不幸的 而你现在人气下滑 这个是国民党最不幸的事情 因为国民党被你拖垮了 好 到底谁是常敬人啊 好 到底是谁在搞韩国瑜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 他到底自己怎么讲的 嘉文姐曾经有说过 在一个公厂的时候 被捅到的感觉真的不太好受 到底是被谁捅到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揣摩 我们也不要对后路做张三李四 在那个时间点上 当然听到一些声音 所以会有一些 我太太就做了一些表述 但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过去了 那这个已经过去就过去了 我们宁愿正向来看未来 那其实包括台北政坛 都有很多议论纷纷 那各家的名嘴 还有新闻界 政界都有很多的传闻 很多传闻不适合从我嘴巴讲出来 大致上来讲也有好多版本 那这些都过去了 好 这韩流雪峰是下滑 除了说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开枪之外呢 另外就是很多的韩粉也觉得说 他讲话荒腔走板 像他最新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之前不是讲说他如果当总统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高雄办公吗 结果他现在怎么讲 他说自己的南部办公室可以选在左营军港 创夏哥 你对军事很熟悉 你觉得这可行吗 韩国瑜现在就是感觉了蓝色蜘蛛 好像在捆绑他 到处都是敌人 然后他白讲说他在高雄上班 可是发现说这个总统的南部办公室呢 他早就把他收回了 然后大家又讲违安的问题 他终于就想到了 我晚上的时候不少是用练力呢 还是练心机的时候体悟到了 将来可以奉到左营军港里面 总统就在左营军港里面办公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全世界是这样子的 一个元首呢 一定在首都里面上过办公 所以就算是以前的希特勒 他呢在总理府 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英朝 或是一个蓝宝 但是周围当然有很多禁卫队 可是呢 不会在一个军区里面上班的 就算是金正恩也不会 你看美国白宫英国的 英国的唐龄街10号 没有人在这边上班 但是全世界确实有时候 元首会躲到军区里面去上班 那个时候是出了状况 一个呢就是当年的时候 像有些民主国 美国的国家 人民呢 起来推翻了政权 所以那个他在出国逃亡之前 会躲到军区里面去 或者是政变的时候 政变的时候 全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他们的元首就曾经躲在军区 一躲就躲了一个礼拜 那一个呢就是胡锦涛 最后直升机直飞 飞到了云南 想说云南才是最安全的 在云南那边上班 站了一个礼拜 因为他不敢去其他地方 躲在军区 云南是他的嫡系 因为他以前在四川待过 所以躲了一个礼拜之后 然后在里面上班指挥 把那些叛变的人 可能的人统统抓掉 所以海军司令呢 后来就马上被下台了 下台之后呢 就马上就救到医院 救到医院之后呢 就说他死了 然后就这样处理掉了 所以在军区里面上班 全世界就只有胡锦涛 都是逼不得已 政变 而我们台湾的军队 是这么优良的 我们台湾的军队 都是知道是国家至上的 绝对没有人叛变 所以呢 韩国瑜你不需要到左营 你要相信我们的国军 真的是遵从中华民国宪法的 所以韩国瑜说 他如果到南部去办公 以后当总统到南部去办公的话 可以在左营军港 他到底怎么讲的 我们也来看看 其实下一任总统 他自己可以去判断 我们是希望南北平衡 绝对不是只有物质上 南部要一块给五毛 要五毛给两毛 不是这个意思 是心理上认定 整个全台湾都要经济拉伸 我是说假设 在未来您出现之后 您有一个想象吗 性别 专业领域 省级 长相 法刑 你们讲法刑 你要讲法刑 所以未来副手的法刑很重要 最近韩国瑜因为讲了很多话 都让他觉得荒腔走板的 所以有些人就讲说 是不是黄光琴说的对 真的喝了很多酒 不管是不是真的 韩国瑜以前有花天酒地 但是我们民众也很想知道说 这些立委大人们 他们是不是真的常常 花天酒地 然后跑这个酒店 我接着就要请问一下 我们阅人无数 千百万个不愿意 但是为了要执行任务 只好去数百家酒店的瑞德哥 对 没错 事实上我都是为了公事 那么我个人因为非常不喜欢 去特种行业 我好追忌大扫 对 没错 然后我每次回去 我都跟我太太这样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个性比较忠厚老实 更衣木娜一点 所以我不喜欢去这种地方 但是我因为跑社会新闻 三十几年 所以我必须结交黑白两道 情治单位 政治人物 然后政商名流 我都必须要认识 所以你的新闻 还有很多人脉才会多 情非得已要去那么酒店 所以都去这很多的地方 他们通常都会很奇怪 男人很害怕六点半 不过约失败的时间都是六点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不约个六点 都是七点都要约六点半 你知道吗 六点二十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约这样 包括很多黑帮大哥 约失败都是六点半 然后固定的 有一些地点 比如说国民党在 有党产那个时代 还有很有钱的时代 对不对 像他们失败的地点 固定在什么地方 他们很喜欢去固定在 东区的一家大楼的地下室 那个地下室有一个VIP 那VIP可以坐大概三四十个人 那个座非常大 座是那种电动的 两层在那边 电动的 一去的 电动桌 沙发会移动 会自己移动的 然后那个地方 包括国民党的 很多的立法委员 议员 政治人物 或者是说黑帮大哥 情志单位首脑 那很多都会出现在 那个地方 那么当时我是跟着 一个黑帮大哥去的 我根本不知道 现场有国民党的 相关的这个政治人物 然后去了以后 吓一跳 为什么最特殊呢 因为我们约的时间 刚好是晚上六点半吧 对不对 约上六点半 在此之前 我刚好参加一个录影 录影旁边刚好有一个 蛮漂亮的 很漂亮的一个女明星 然后我们一起参加节目 然后录影 坐我旁边录影玩玩 后来没想到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他也出现了 而且他就被安排坐在我旁边 然后帮我倒酒 你知道吗 他就很尴尬 刚刚还跟您一起上节目 就非常尴尬 因为有些会来 赚一些小红包 那都是中小牌的艺人比较多 那有些其实是为了 听看看有什么 案盘 名盘 内心交易之类的 像很有名的 每当遇生想起维格 想起维格 痛不遇生 我们有一个 那个立法委员 他那个事情就是出现在 在一模一样的地方 跟那个小姐认识也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吃饭 像民进党的话 就习惯在这个行政院附近的一家饭店 那个附近楼上吃饭等等 所以他们都有固定的地方吃饭 重点不在这里 吃完饭呢 吃完饭以后 他们会开始这个所谓相关的 刷刷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 他们都喜欢去昏迷的地方 那么我们台湾 那么在分类里面 通常高贵的 高贵的它很贵 然后小姐很优 可是她结束营业的时间比较早 她通常会在一两点的时候 凌晨一两点就结束营业了 一两点还不够晚 因为她比较贵 所以通常去了以后 那个小姐都是全身名牌 开玩笑 她都叫你当一当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带SWATCH的表 她是伯爵表 你知道吗 全身的名牌 她的那个表 又比我全身还要贵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她消费非常的高等等 很高当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小姐呢 漂亮以后会有点高傲 那个地方是你不能卡来手来 摸来摸去的不行的 那是很高傲的 要么就把它给带出场 所以这次这个 那个光琴 黄光琴特别提到带出场嘛 那个带出场费用都非常高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带出场就可以 为所欲为 你错了 很难 有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像台北市有一家酒店 小姐都非常漂亮 号称没有 在小姐身上投资一千万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带出 带到特定的地方去 使谁滋味的 你知道吗 那么再来的话呢 有一种最近大概十几年来 那么在全台湾 像散播出去 让很多男人丢掉 所以很多女人很痛恨 很多太太很痛恨 她的老公就是去这种地方 叫做礼服酒店 她也是穿礼服 但是她不像便服酒店那么高贵 便服酒店全身都是 全部都是那个 就你刚才说比较高档的 对不对 都是高档货 那礼服酒店跟你谈恋爱 她就你就花两三个小时的钱 金钱就换她 两三个小时的虚情假意 她就跟你塞奶 然后就不断地跟你谈恋爱 讲得好像就是你的初恋情人一样 她就用这种方式来骗你的钱 那立委他们都喜欢去哪一种 不一定 有的喜欢就谈恋爱的感觉 他就去礼服酒店 有人喜欢白蒲 就到便服酒店 又漂亮啊 都非常漂亮啊 然后呢 现在有的比较喜欢 比较粗俗的那种 就直接到制服酒店去 谁会喜欢这种 就是说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那种进来了以后 门一关 然后那个什么 门一内锁 那都喜欢那种 像脱衣陪酒一样 那这样子很容易的互传 我们台湾脱衣陪酒历史已经有70年了 从国民党到台湾来以后 就有脱衣陪酒的历史到现在 所以各种不一样的名义代表 他们都出去 我还曾经有一次呢 跟着警方去联检 然后呢 白天 就在白天哦 好几个党哦 那个男议员这样 男的立华委员打台一起 在立法院这样 哇 拉来拉去 晚上我刚好跟中山分局去联检 因为那时候跑中山分局 跑了18年 然后中山分局 它辖区里面有1000多家 合法非法的 各式各样的酒店 舞厅酒家 然后地下酒家 还有各式各样什么东西 摸摸茶那时候都有 结果我们去联检的时候 怎么有个包厢里面都是委员 而且都不同党 然后他们都在抱在一起在喝酒 白天打在一起 晚上打成一片 没想到 这就当年很好笑的一个状况 那么事实上呢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他们有些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小心 就会被人家 洗兵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像过去也有立法委员 不是带小姐去 去玩三批 在五星期大饭店 直接被人家吓药 有没有 被人家勒索钱财等等 后来把事情先人跳 闹出来了以后 最后自己都不敢讲 家人去报警了 最后连自己的 立法委员的前途都怪伤掉了 可是瑞德哥 像那些立法委员 都有头有脸的 对不对 他们去那边给小费 应该要很慷慨吧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 我们台湾最有名的 一个立法委员 那么在中国 北京天上人间 现在已经被中共操掉了 天上人间是 中国那时候 非常高当在北京 当时为了 这位台湾的立法委员 整个趴上小弟打群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了打群架 这个台湾的立法委员 他在自己那个地方 有高级 非常高当的 这个偶桃轿轿车 然后每次到了 这个天上人间 酒店下来 不是要是开车门吗 对 开车门以后 一百块人民币 一百块人民币 不错 是五百块了 对 五百块了 很大方嘛 那是他刚刚 说他钱没有喝酒 没有喝醉的情况下 他如果喝醉的话 一百块美金 一百块美金 他身上还带美金 他就这样花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一旦 大家都记他的车号 一旦发现他又来了 每个人都抢上去 然后为了他抢 那一百块美金 所以大家打得一塌糊涂 这非常有名 然后呢 在台湾那很多的酒店 包括尤其是名义代表 因为黑道大哥 其实不太爱发小费 你以为黑道大哥 因为他的钱都是 自己想尽办法这样子 靠这个赌场 靠这个 我还以为黑道大哥 比较凯 所以相关的 反而在发小费的时候 比较小气一点 那么可是生意人 郑商民的阑型 所以要表示说很厉害 通常会花一个 五万到十万的一百块 那或者是说 如果更 今天做面子 你知道吗 还会花十万到二十万的一千块 然后呢 甚至于还看过这个 直接 今天是哪一个大哥 今天是哪一个立法委员 然后呢 他这个五十岁生日大受 关门 干什么呢 关门了以后呢 每个小姐去给他亲一下 五百 你知道吗 五百块台币 或是一千块台币 你亲无限次 就无限给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关起门来都在做这些事情嘛 那当然啦 因为毕竟他们的政治人物的 这个身份 所以比较少直接就地 就是直接在包厢里面 以前还有人去什么自住室的KTV 对没有错 那有些是怎么样呢 后来因为常常去零检酒店 治安不好就零检酒店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就想了个办法 我们到自住室KTV 那自住室KTV 那多无聊啊 学生常常去的嘛 上班主外去嘛 就直接造外面的这个传播公司 或者是 那么我举个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有一次帮了一个高阶警官 很高阶警官一个忙 结果他以为我修理他 结果我生平第一次骂这个高阶警官 三字经给他挂电话 他为了给我等于说赔罪 他在一个很大的包厢 找了五家酒店各派出五个小姐 总共二十五个小姐在里面 陪你一个人啊 你便是真大耶 最后我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些小姐彼此在聊天 你那间台湖有点好吗 钱怎么费 大家在讲跳槽的事啊 你就知道台湾的酒店文化 在政治人物里面有多么疯狂了